1131集 翻译面色微微一变 他稍意迟疑 扫了寒冰一眼 低声说道 他 他 他说希望你是华夏派出的选手 也希望你下面的比赛能够成为他的对手 这样 他 他就可以把你的脸打成仿佛被踩过的臭 臭狗屎 因为这话实在是不雅 而且也太过嚣张 所以这个翻译说出来的时候 有些小心翼翼地生怕惹恼了寒冰 林雨听到这话眉头一皱 吃笑一声 眼中骤然闪过了一丝寒色 心中暗暗有了打算 不自量力 寒冰听到这话也是怒不可遏 怒气冲冲地冷声说道 这个索罗格 自以为打倒了一个华夏选手 就以为自己能够打赢全部的华夏选手 简直是世人说梦 他说话的时候 已经紧紧地握着拳头 满腔怒火 恨不得自己亲自上去狠狠把这索罗格 打趴在地上 不过他知道 就算他上台也无济于事 以他的能力 还真不是这索罗格的对手 家荣 我觉得 你要是能够代表军情处出战的话 一定能够打赢他 寒冰猛地抬起头望向林宇 声音急切地说道 但是话音一落 他脸上顿时满是颓然 低下头 无比遗憾地叹息一句 只可信 你已经不是军情处的成员 又如何代表军情处出战 林宇看着寒冰失魂落魄的样子 不由宠他笑了笑 也没多说什么 就算先生还是军情处的成员 也无法出战吧 不成 听到寒冰这话 不由蹴着眉头 有些纳闷地说道 每个国家 不是一开始 就已经选定了自己国家 出战的选手了吗 对 寒冰点了点头 这些选手一经选定 是无法再次更改的 但是 其实这次比赛还有一个规定 就是最后获胜的冠军 在决赛结束的第二天 可以坐在擂台上 接受其他国家 任何机构成员的挑战 避免一些高手被遗漏 不过这个挑战 是有时间限制的 总时长是五分钟 五分钟之内 如果有人能够战胜冠军 那他将取而代之 成为冠军 不过为了照顾冠军的体力 挑战人数是有限制的 总共不超过五人 而且每次挑战结束 冠军都要休息够一个小时 才能再次进行挑战 还有这个规则 不成有些狐疑地问道 他在来之前 还真没有听到这么一说 这个规则没什么意义 所以也没人在乎 寒冰笑着摇头 他说道 各个国家一开始 就已经派出了最好的选手 那么最终夺冠的 自然也就是 二十一个军事机构里 最强的人 所以又有谁敢上台挑战 要知道 虽然输了不会有什么惩罚 但是跟最强的人对战 可是容易把命都丢掉的 那他们为何 不把自己最强的选手 留在最后上台呢 一旁的百人图 听到这话也凑过来 有些疑惑地说 这样保持充沛的精力 到最后 岂不是更容易胜出吗 牛大哥 这就是这五分钟的作用 林宇转头冲百人图说道 时间限制是五分钟 夺冠的人如果发现 还有比自己实力更强的人 那他直接躲着打就是了 只要熬过这五分钟 那么他就能获胜 仍旧是冠军 百人图听到这话 才恍然大悟 他点点头 哦 原来这个时间限制 还有这个好处啊 对 所以各国一开始 就会派出最强的选手 进行参赛 而且在与各国的选手 交战的过程中 也可以对其他国家的选手 作战能力 做一个摸底 做到知己知彼 为以后的摩擦做准备 韩冰点点头 叹息一句 其实这个规则 是以前第一届交流会 举行的时候定下的 后来发现 纯粹是个多余的规则 就想把它废掉 但是因为这个规则 压根就用不到 所以大家也想不起来 甚至连废掉 它的事情都给忘记了 它就一直保留到了如今 还有这一刹呢 不成沉着脸点点头 说实话 这规则 他还真不清楚 不过一旁的林雨 倒是面色淡然 没有丝毫的意外 这件事情 胡海帆先前 早就已经和他讲过 先生 要是你还在就好了 不成转过头去 冲林雨说道 到时候 你就可以利用这个规则 狠狠地痛扁 那个索罗格一顿了 说着 他面色一沉 有些担忧 不过这个时间限制 确实是个问题 你什么意思 你是说先生 五分钟之内 解决不了这小子 百人图沉着脸 冲布城问 我什么时候说了 杜城也是冷着脸 冲百人图哼了一声 哼 我是怕索罗格这个小子 不敢跟先生 正面交锋 一味地躲避 最后 熬过了这五分钟 对吧 先生 不成说着 转头望向林雨 这个索罗格 确实是不容小觑 林雨笑着摇摇头 不置可否 见方才跑走的医生 已经拿着银针回来 林雨面色一领 赶紧快步走过去 接过了医生手里的银针 钻进了救护车里 坐下之后 赶紧伸手试了试 谭凯的脉搏 此时谭凯仍旧处于昏迷的状态 不得不说 索罗格的重击确实对他身体造成了损伤极大 夏容 他 他怎么样 寒冰小心翼翼地冲林雨问道 林雨冲他轻轻地摆摆手 接着 检查坦凯的眼睛和嘴巴 取出了银针 将坦凯胸口的衣服扒开 用出了达摩针法里的第三针 阳开钛 在坦凯的胸口扎了几针 护住他的心脉 因为这银针太过普通 所以他用针的时间相对较长 额头上也布满了细细的汗珠 紧接着 他又取出一根长针 在坦凯的头顶扎了一针 消散他炉内可能存在的淤血 接着 才把针收起来 冲大夫说道 好了 现在可以把他送进医院了 该检查检查可以治疗治疗 现在他已经把 坦凯的身体状况稳住 只要医院对坦凯进行正常治疗 那么坦凯的身体 并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接下来 只是需要花时间来康复就可以了 中午的时候 寒冰带着林语他们 直接去了部队食堂吃饭 因为下午还有一场 三十二进十六的比赛 所以 林语他们也没急着离开 吃完饭往外走的时候 突然听到有一个声音 朝着林语喊了一声 和家荣 那个声音似乎带着一丝惊诧 似乎没想到会在这种地方碰到他 林语不由好奇转身望去 就见到两个熟人 见到宗师蒙的德川和福山 只见德川和福山看到林语之后满脸惊讶 德川指着林语诧异说道 你 你不是被赶出去了吗 怎么还会在这里 说着 他扫了一眼寒冰 似乎认出了他 沉生说道 你是寒长官是吧 请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为何你们开除的人 还会站在这里 被开除的人 为什么不能站在这里 寒冰则是泛唇相机 本集结束了 Bye